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的高投入跟高回报这两个都是相对客观的一个指标 我们可以透过数字可以透过报表来去客观的获得 但高质量则是相对的非常主观 因此游戏音频尤其是手游音频质量的好坏标准就非常重要了 其实我认为手游音频到达60分之后 它的好坏是非常主观的 那这样就没什么好讨论对吧 我很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但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在追求的 尤其是在追求手游音频3A 是追求一个目标 而不是追求3A的结果 因此我想分享我和团队这六年来 从营养师到哈利波特的一些心路历程 以及思考 透过这个思考我们来探索 是否我们正在往手游3A的目标前进 从一开始来说 我就认为一开始是一个见3是3的过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打造一款手游音频 我们一开始探究的肯定是手游音频应该追求的是什么 那你可以说手游音频是有打击感吗 或者是说我们追求知名作曲家 或者是说我们透过流量歌手 透过很棒的很高质量的管学院实录 来去打造它的音频质量 甚至是我们透过很复杂的互动设置 或者是透过最新的引擎技术 那实际上不论追求哪一个环节 我认为这里我想提一个思考 就是说这是不是一种 你只是为了要追求一种安全感的 因为我透过这些很有标的性的追求 来达到我认为 透过这些追求 就可以导致手游音频是好的的一种安全感 所以在一开始 也就是我在爬这座目标 这座3A音频大三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就是建三是三的第一阶段 那这是一个现代化手游音频的开发过程 首先它是所建即所得的 就是我看到了它该任何该发出声音的地方 它都要发出声音是吧 然后再来现今的声音引擎运用的流畅 整合甚至是高度的工业化分工 都是一种我认为扎实的工业化流程 那我认为这是达到60分 手游音频开发的第一步 接下来呢我们一路往上追求是吧 当我走到半三腰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见三不三的第二阶段 我认为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手游音频的风格化 但风格化其实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主题 对吧 其实它更代表的是说游戏该传达什么 因此在见三不四三的这个阶段中 我们截取的是写实与写意的追求 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以阴阳师来说 我们在阴阳师设计的初期 我们打算是打造一个极度风格化的游戏 因此我们从写实的追求 开始转往写意的追求 不论是世神 角色 场景的设计 我们都更在意 它背后的设定是什么 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它想传达给玩家的感受是什么 因此我们透过了很多日本传统乐器的拟音 录制 重新取样 融合到音效当中 甚至融合到场音当中 我们对于战斗也会做一个重新的诠释 对正常的RPG的这种战斗 我认为它会是一种角色出降 录像登场的一个概念 在这个概念之下 我们将声音也往这个风格化的概念去做引导 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 它一定要是在UI上使用的传统日式乐器 融合音效的一些做法 其实我们将许多的传统音乐的音效 乐器的乐音融入到音效当中 同时也融入到场景当中 这样的做法 它会让整个游戏听觉更加的整体化 更贴合它的风格化核心 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将每一个角色的登场 转化为一种出降亮相的概念 因此在正常的角色音效当中 我们也加入了许多形式上的非写实的声音 同时在技能中 我们也可以把月音融入其中 那让这个角色更加的立体 因为在打击感的探讨上 实际上我们不见得 真的需要用非常一次性的一个音效标准 来决定打击感的好坏 所以在这个视力的视频当中 则是使用了一种小型的打击乐器 来去代表它的打击 透过以上的示范呢 我们尝试着要去打造一个风格化一致的 高度风格化的游戏 我们希望这个游戏呢 是玩家能一听 他就能感受到他是营养师 他就能感受到 他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在我们完成营养师 这个高度风格化的游戏当过后呢 其实陆陆续续的有非常多 很棒很风格化的游戏 登场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作品 那我们也不断地在思考 我们接下来究竟应该追求什么 那实际上我们思考的是 除了我追求风格化之外 我是否要以更整体的一个角度 来去思考游戏音频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 因此在哈利波特魔法觉醒当中 我们尝试了做了一种叫做 音频本质内化的思考 来去重新考量我们的方向及目标 在这里先播放一段 哈利波特的音频剪辑 之前那天 我的生活是像别人其他人的 这不是说的生活是困难的 但这些特别的事 常常众们的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d a ceiling that looked like the night sky And ghosts! Finally, Headmistress McGonagall spoke to everyone Welcome to Hogwarts! Before we begin, I... Welcome, welcome, one and all The show's about to start I'm the Hogwarts Sorting Act And it's time to play my part Where shall I put you? Ravenclaw! Now the sorting ceremony is complete Once again, welcome to Hogwarts! Enjoy the feast, everybody, and get a good life's rest! Your first lessons will be seen very soon! Harry, you were so loved Harry, mommy loves you Be safe, be safe, be safe, be strong purposes, by the music Types of the They're blessed Your host, they're taking a long ru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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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我们有三个必须要去避免的 我们必须要去避免未来感 现代感 以及电子感的声音 再来 机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声音代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声音是否有超窄的细节和内容 这个声音是否是站在玩家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声音是否能带给玩家什么 这是我们做的四点自我限制 再来 我分享一下 透过这刚刚的限制及规范呢 我们诠释在UI中的体现啊 UI声音的体现 其实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透过现实的声音 跟魔法感的虚幻的声音冲突 才有办法创造这个魔法感 所以因此 在现实的声音 我们做了很多超窄的细节 那这些细节呢 我们透过模糊它的远近的一个概念 来让它达成一个冲突 也就是说 这些声音 通常来说 你应该是要很近才听得到的 但是 它跟视觉上是冲突的 我们也加入了许多的彩蛋 考虑到玩家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 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些彩蛋 让整个游戏更加的精彩 让玩家的尖叫度更高 我们也特别注重电影的连结 IP的连结 有些声音 我们可以 针对这些连结 来唤起玩家对于这个IP的情感 前面提到的 机械感的声音跟电流不能同时出现 针对过载的细节 针对过载的细节 我们需要考虑它每一个声音背后的意义 也就是说 不同的点击不同的操作 甚至是不同的文案描述 应该都需要影响每一个声音 所传达的 因此在当大部分的声音其实都带有写食元素的时候 我只要透过少部分的重点点出它的魔法感 整体的这个沉浸度就会提高 即使是同样的操作同样类型的物件 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文案设定 甚至它不同的封的内容 都会做一些区别 的 这本能在家里面使得更有限的 只要豆瓶 那如果有点错的话 这本能是观伙食事 这本能看到这本能不够的 怎么不够的 如果我想用了 不够的 我们不够的 無故的 都能否加到 我们不够的 这本能够的 不够的 不够的 这本能够的 我们也设计了许多针对玩家互动 甚至是为了UGC来去营造这个社群的设计 那这个都是站在玩家的角度出发来去考量的 甚至是简单的UI操作,我们都加入了非常多的彩蛋元素 甚至每一个操作会类似像Roughlike这种游戏的概念 包括玩家的操作而去改变玩家听到的声音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它是一个2D的地图 那我们其实用的是一个3D的做法 让他去感受到这个地图就像是充满魔法在其中的 你可以在这个平面的地图中听到每一个细节 并且准备不同的按钮,不同的反馈 声音一定要代表它背后的含义 透过这些方式也能加强视觉上的一种情绪的渲染 优优独播剧场 因此我认为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追求 当我们回到 《剑三又是三》的 音频本质内化 这个思考之中呢 追求就非常的重要 再来我们想聊聊落地 实际上游戏音频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数位音频产业 因此要完成 我们追逐3A 手游音频的目标过程当中 这一个工艺化的合作方式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也就是落地的方式 不论是音频跟策划的合作 程序的合作 以及文案的合作 关注的重点 实际上都是不同的 我们与策划的合作 我们必须考量到 玩法是否跟音频 有良好的契合 跟程序的合作 要考虑到任何的功能 在整合上是否的可行性 我们跟文案的合作 需要考量到各个文案的 背后的含义 音频是否很可以 有比较好的方式去诠释 与美术的合作 则是我们如何 透过声音的方式 将性态的东西升华 跟营销的合作 甚至是IP的拓展 玩家的圈层的经营 QA合作则是一些版本 排期 控制 我如果没有办法 顺利地把这些东西落地 实际上我前面再多的追求 也没有用 因此 为什么我说游戏音频 是复杂的数位音频产业 这个只是我觉得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我们完成了建三 又是三的一个阶段过程后呢 我们实际上还持续地 在思考音频能力的拓展 游戏音频究竟还能做一些什么 那我们这一个阶段 获得的答案则是 立足于玩法 拓展之IP 以阴阳室为立 实际上我们透过音频的方式 来去帮每一个角色 让他的角色更加的立体 让他的IP拓展更加的宽广 接下来想分享一个 我们在阴阳室做的 整合性的一个IP拓展 这是阴阳室的第一场音乐会 也是音频团队在五周年之期 想要交给玩家的一份礼物 这一次我们想用音乐 带领玩家回味平安君 五年而来的感动 为了带领玩家进入阴阳室的世界 带来沉浸体验 我们选择使用X2技术 呈见舞台 X2是VR AR MR 三种技术的整合 利用X2技术 可以打破次元病 实现真人角色 在虚拟场景中表演的效果 2021年春晚 周杰伦的Mojito舞台 便是用X2技术实现的 球系的场景和角色 会给羊羊鼠玩家 带来更强的代入感 精致华丽的特效动画 和身临其境的场景 可以放大音乐的表现力 除此之外 它的性价比和自由度 是我们选择它的原因之一 在舞美制作的过程中 我们通过附用了 阴阳室原有的CG模型资产 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决定展现形式后 下一步便是非常重要的 选曲和节目编排设计 我们总计进行了三轮曲目筛选 考虑到玩家的流动性 优先选择了本年度热门歌曲 充分满足老玩家情怀需求 经典老歌必须要有 曲目风格多样化 有燃点有泪点 演奏与演唱 曲目也要分配合理 另外还要考虑 基础的资产完善程度 演绎成本 呈现难度等 当然 惊喜也是必不可少的 经典歌曲的绝世风格演绎 是我们为玩家准备的小意外 演唱 李宗盛 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主题包装 掌控玩家观看的情绪 所以我们以启程转合的内容框架 编排了各单顺序 以大气恢弘的管弦交响入场 并以令人感动的温暖安定曲节目 有了大致的框架思路 就进入到正式的执行阶段了 首先明确的一点是 我们希望这场音乐会 是身临极尽的live 而不是播放CD 本场音乐会的所有歌曲 包括乐器和演唱 我们都预先进行了live版本重新录制 后期现场感音效的设计 也必不可少 这将会大大提升氛围感 这是普通CD版本 这是加了现场感音效的版本 集团队签奎 到这边的那边的人会 到这边的设计 一種小鑫之间的 作为 今乐的战育 计替 fect因为 对对的 自信 还版本 那些辈的 荒库楼的其他Solo很精彩 以此为例 我们的视觉制作流程是 第一步 场景基调设定 第二步 场景及角色模型制作 第三步 动画特效制作 第四步 拍摄镜头设计 这是我们首次使用X2技术 实际上 在制作的过程中 我们克服了许多难点 比如 由于硬件设置 模型太复杂 会导致卡顿 我们花了两天时间 减少这棵樱花树的面数 阴阳师随处可见的砖瓦结构 在拍摄过程中会产生摩尔纹 需要低空虑性改善 我们使用的高清电影拍摄机器 虽然人物的光影色彩质感更好 也会把背景屏幕的纹理拍得很清晰 笑后其作景深模糊处理优化 意味の高尾 独り孤独な影を残し歩く 欠片一つ 残す事なく生まれ変わりゆく 桜散る空空 輝く花辈のように 私を焼いて この世を引き裂く 何かが私を困らせる 拍摄 硬件 机位 装画 音控 我们都力求在较低的成本下 透过每个环节专业上的监制 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经过为期三个月日夜努力 最终 我们的首场平安歌谣会XR线上演出 终于顺利上线了 看到直播弹幕上刷屏的上流 内幕 还有满满的五周年祝福 有幸这段演出将会在养养鼠玩家们心中 游有一席之地 音乐可以喚醒九流的记忆和情感 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给人 这是音乐的动人之处 希望我们能永远保持着这份初心前进 愿诚意之作永远不会被辜负 我们从游戏的风格化 一直到对于本质的追求 最后到工业化的落地 其实这个旅程当中呢 我们理解游戏音频实际上 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也就是当我们要往手游音频 往3A的方向走的时候 我发现实际上 游戏音频最重要的是 音频与游戏之间的关联 与用户之间的关联 因此用户导向 则是决定音频制样的关键因素 其实我认为游戏应该是第九艺术 它应该存在内核想表达的东西 它应该使人投入情感 应该使人有所体悟 有些捷径不见得是最完美的道路 有些停留 可能更是为了让你有更多 更重要的思考 希望所有热爱游戏 热爱游戏音频的伙伴 都能在这个产业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座山 与大家共勉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